如果说梦想世界的官方演示关卡 用短短两个小时流程 就能让你眼前一亮后 民间自制的作品 绝大多数都还只是尝试和简单的模仿 不过我倒是意外发现它的另一个作用 GF的制作水准 其实真的是大厂 哈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迄今为止 什么情况上有两个最让我爱不释手 自己觉得买的最值的游戏 一个是目前游玩时间最长大乱斗 而另一个就是在去年发售 将横版马里奥系列发展数十年 激烈的关卡设计元素 和玩家们天马行空创意构思相结合 从而带来几乎无穷可玩性的马赵2 凭借初代的积累和Switch平台 远超VU的装机量 再加上游戏本身完善的设计系统 不但平台动作了游戏爱好者和创意高手 都像是被打了鸡血 感兴趣的新玩家们 也纷纷摩拳擦掌想一世伸手 从开售至今 民间各种类型玩法 各种难度的制制地图 就从未停下过热度 每隔段时间摔下在线榜单 都会给玩家们带来不同的惊喜 而每次打开当新途 马赵永远会带给我们 不知道是要面对让人叛叫绝的齐取创意 还是作者挖空了心思 就为了让我们弄出来手柄的惊喜感 用一款游戏座平台 借助玩家们的想象力 来进行再创造的类型 当然并非是马赵独家 许多游戏都曾做过尝试 民间自有神人在 不少能编辑创造玩法的游戏 都被高手们玩出了花样 而本月14号发布在PS平台 由经典创意游戏 小小大星球的工作室出品的梦想世界 更是试图用几乎没有限制的平台 与功能强大的设计工具 让玩家们来自由创造出自己的梦想游戏 本作上手采用了充满趣味的教学流程 来一步步引导玩家们慢慢熟悉各种元素 讲解十分细致 互动也做得很到位 过了这一部分 我们就将正式开启自己的游玩或创造梦境之旅 首先梦想世界也同样采用了游玩 创造和分享的核心玩法 这作品展示界面 官方设计了大量的推荐分类 来方便玩家一眼找到自己喜爱的类型 界面中的自动漫游选项 会让玩家随机浏览各种作品 不知道自己想玩什么时 可以试试手气 而详情中 我们可以查看各作品的标签分类 介绍与更新情况 点赞评论与关注之类的互动 当然也必不可少 搜索功能不但可以收入关键词查找 各种标签也非常好用 在作品库日益庞大之后 会更加的便利 不过到这里为止 都还只是表面 当玩家迫不及待想打开部作品 看看梦想世界究竟能带来怎样的可能性时 在最醒目位置 由官方特意制作的示范作品 亚特的梦境 相信一定会让你眼前一亮 大约两个多小时的游戏流程里 玩家将随着爵士乐手亚特 来体验一段融合各种游戏类型的梦境冒险 融入主题高水整 又恰到好处的配位与各种演出 通过意识流缓缓叙述的情节 和借助主角的童年伙伴们 来展现了包括3D平台动作 解谜跑酷 双摇杆射击 横板空战等等玩法 与丰富精致的场景 示范游戏的整个流程 不得不说 确实体现了官方成熟的制作功力 关卡设计一气呵成 稍有点小挑战 又绝不拖沓 节奏也正正好好 但在这一系列眼花缭乱体验过后 我对梦想世界能实现的作品 是充满人期待 不过却也发现了不小的问题 如果单独拎出来 就当做是个小品级独立游戏 它的画面叙事与流程上 绝大部分元素都足够成熟 但在少部分引导 以及大量3D平台跳跃设计上 又能明显让人觉得缺少打磨 我不知道是制作团队 在该类型缺乏经验 还是因为本作的引擎限制 而故意为之 示范游戏综合来说 还是圆满完成了任务 但接下来的游玩体验 可就真的有点一言难尽了 我习惯性的按官方活动推荐 和点赞数排序 来体验了一大堆民间制制作品 有一说一 个别几款作品 例如有声之年系列的 基金领PT还原 甚至你还能追踪到 它的更新版本信息 真的是让我激动了一把 堪称二次元版只狼的赤鬼 画面虽然简单 但熟悉的打铁手感 走位操作和似曾相识的恶意 也能看出作者的用心 另外还有部分原创 已经有了不错的完成度 只要作者能坚持下去 加以时日 我也相信很有可能成长为 值得一玩的作品 但至少在我尝试的这些游戏中 无论你画面是好是坏 建模是否精致 细节是否用心 撇去几乎无处不在的bug不谈 它们还几乎都有了 同样的两个致命问题 第一个就是游戏性 不管3A大作 还是小团队的独立作品 也不管你是电影集 还是橡树分画面 剧情甚至可以没有 但必须得要可玩 梦想世界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引擎 来帮助玩家实现自己的创意和点子 示范游戏在短短的流程中 筛入了尽可能多的元素 但又能全程自洽毫不突兀 另外几款官方小游戏作品 也用不同的风格 来演示了其他的玩法和设计思路 想法很好 做的也很周到 但就是没做减法 举个例子 如果说马赵尔就像是官方已经搭好了舞台 并准备好了所有演员和道具 作者需要做的 就是按自己的构思 来细心的把道具摆在他应该在的位置 通过机关元素和规则设计 自然而然的引导玩家 按剧本闯关即可 演员的动作和所有能实现的交互 官方早就安排好了 作者除了创造外 不用多操心 玩家只需要享受挑战和乐趣就好 看上去越简单越理所当然的事物 背后其实往往都并不简单 马里奥系列初道及巅峰的 平台跳跃手感与流程设计功力 这将数十年下来的积累 老任通过一系列的减法 才使得马赵尔无论是创作还是游玩上 都能给玩家带来足够乐趣和精神的耐玩性 我们管不着你要怎么才能实现 但好不好玩 可是一上手就知道 而借助PS4的技能 梦想事件能带来远远复杂多的游戏可能性和表现力 但官方却偏偏没有教会大家 或者换句话来讲 是提供足够好用的引导或制作工具 然让作者们把游戏打磨得更具可玩性 剧情对白配乐 在令玩家们早就习以为常的幕后元素 以及摆在台前的角色建模 场景动作等等设计 于是看上去十分大制作的作品 往往都还只是个非常初步的演示 而少部分已经具备一定完成度的小游戏 虽然看上去挺像那么一回事 但基本都还远远谈不上好玩 或者说我为什么不直接去买个成熟的独立游戏 所以这就引出了第二个致命问题 创意 由于采用了玩家社群型的创作和分享互动方式 在向正式发售前 已经有了不短的铺垫时间 《梦想世界》有的数量不菲的投稿作品和创作热情 但至少在目前一圈逛下来 就会发现这其中有相当部分都是模仿作品 我能理解玩家们想还原 甚至改编出一部自己喜爱游戏的心情 但限于版权和技术因素 这类作品除了粗看比较有趣和劣奇外 也几乎都不具备可玩性 事实上这点我很想吐槽下官方 老玩家们不难发现几款示范作品中 都有着一些经典游戏的影子 借鉴当然没有问题 但官方更应该着重考虑如何去激发作者们的创造性 用减法而不是加法 尽可能方便的用现有工具来高效率的实现创意 众多优秀的独立游戏早就已经告诉我们 即使简单的画面元素和玩法 或者游戏性打磨不遗余力 或者创意天马行空 只要有一两个玩点突出 就会得到玩家们的认可 平心而论 《梦想世界》设计的友好的创作教程引导 无论入门进阶 还是由不同领域的专业开发人员 所讲解的大师级课程 海量内容都通过深入浅出的互动 来让做什么慢慢了解创作的要点和实现的方法 尽管教程清明 实际制作中还是有着相当的操作难度和学习成本 毕竟打造一款游戏真的需要大量的时间和不懈的努力 在这点上 《梦想世界》也正在打造自己的生态环境 利用自在的工具 做什么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 通过分享建模 背景音乐等等元素来互相帮助 甚至能省心省力 直接混搭出不拘一格的独特个人作品 目前已经有一些游戏 是由社区中大家共同添砖加瓦来合力打造完成的 如果抛开可玩性不谈 单论表达自我的创造力与交互体验的话 《梦想世界》确实不愧一众游戏媒体们的高峰评价 但如果你不是一名作者 只是单纯想玩一款足够好玩的游戏 那我建议还是多观望一下 游戏打造的平台很不错 索尼也提供大量的支持 必寄于厚望 也许有一天 它真的会成为一个出色 并有着影响力的作品展示舞台和作者交互社群 但必定会需要不短的时间 而现在的《梦想世界》更像是一个刚刚起步 未来充满了可能 但仍有许多路要走的概念之作 希望开发团队能更好地引导大家 将重点放在可玩性与创意上 为玩家带来一场真正的奇幻梦想体验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最后谢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个赞或者收藏 我们下期见 拜拜 by bwd6